大家好,歡迎收聽神中課,唯有你勝過一切 今天是3月26日,題目是他的資源 全心節是記載在約翰福音6章5至6節 我們從哪裏買餅叫這七人吃呢?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肥歷,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內文說到我曾經擔任過幾屆的青年團領袖 每年我都會為團員舉辦大概兩至三次的旅遊活動 我們成員大概有30人 大家會一起乘車去旅行 我每次都會提前安排好整個行程 幫他們拍照,確定洗手間的位置 以及去市場找食物和水 你應該看得出我就是那班人裡面 手裡拿著地圖、計算機的女生 我計劃每一個細節 以確保一切都是掌握之中 隨著時間的流逝 我意識到在生活裡面 我需要的不單單是計算機 肥歷是一個務實,精打細算的門徒 他跟我一樣,總是很擔心細節 希望做到萬無一失 有一次,耶穌鼓勵他的門徒不要憂慮 因為他必定會再來,接他們去到他那裏 他們應該要相信他 肥歷對耶穌說 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 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我想自己親眼見到 然後我就會接受了 這一點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耶穌想給肥歷認識到 地圖和計算機不足以指引我們的生活 也不足以確信我們的救恩 有一次,一大班人跟隨耶穌 他發現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來證實這一點 約翰寫道 耶穌問肥歷 我們從哪裏買餅叫這些人吃呢? 這是一個試驗 因為耶穌已經知道要怎樣做 而在這個關鍵時刻 肥歷應該答 主呀,我不曉得,但你肯定知道 但是相反 他拿出腦海裡的計算機 給耶穌一份財務分析報告 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 叫他們各人是一點也事不救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像肥歷那樣 而我們需要學識定徵在耶穌身上 相信祂的計劃 而不是我們自己的才能和解決方法 是耶穌為我們成就了救恩 這是我們不可能做到的 祂都有充足的資源 來應付我們生活裏面可能面對的所有挑戰 就好像餵飽很多人那樣的成績一樣 凡是耶穌總有祂的計劃 就要我們相信祂和祂的指引 內文分享到這裏 歡迎天日繼續收聽 拜拜